作者 小程 图片来自网络 印度是世界上公认的双击大国 几十年中在印度飞行里面中报销的战斗机超过一千架 2019刚开年 印度就先后有三架战机追悔 为新一年的刷机叮成起了个好头 近日 土耳其也有一架战机突然失势 损失惨重开避印度 2月12日 海外网员引俄罗斯卫星同讯社的消息称 土耳其军方一架直升机正在执行训练期间 空龙一声巨响 突然坠毁在伊斯坦布尔泉米科医区 四名重伤的机组人员送医后都不至身亡 此次事故土耳其损失巨大 在土军出兵叙利亚赶讨美国和恐怖分子 即将坐稳阿夫林 并和市军争夺慢笔记的关键时刻 国内却突发意外 这将对前线形势造成一定影响 2018年1月 土耳其发动感染之行动 在总统埃尔多安的直接指挥下 乌瓦大军兵分六路开进了叙利亚阿夫林地区 目的是攻击那里的库尔德人 库尔德人是中东地区美国政府的代理人 特朗普希望利用自治力量搅乱叙利亚局势 所以其一直受到西方国家的资助 但土耳其却将其视为阴谋分裂本国的恐怖分子 并不以余力地进行攻击 强龙不压的弹头神 美国虽是全球唯一的超级大国 但在地缘优势下出兵的土耳其面前 对库尔德武装的援助也显得微不足道 不出数月美国的小弟 就被美国的盟友打得大败 与美国同数北约阵营的土 而且不但违背老大的意志打击库尔德 还与对头俄罗斯打得火热 2015年11月 土耳其以俄军苏24战机入境 该国领控卫游突然将机击落 俄罗斯强烈谴责 并迅速加强该地区军事存在 誓言报复 两国关系将至冰点 一度有爆发战争的可能 但在普京的运筹帷幄下 强劲的埃尔多安静逼头道歉 还赔偿了钻尸 随后的剧情就更令人大跌眼镜 土耳其与北约渐行渐远 反的包紧俄罗斯 去年美国爱计划向土耳其交付F-35时 埃尔多安不顾反对 只已购买俄罗斯S-400防空导弹 并特朗普相当不满 如今在委内瑞拉问题上 土耳其总统还发表讲话 公开支持现任政府 成为少数几个批评美国力挺把杜罗的国家 面对这样一个不安分的盟友 除了大大嘴张隔空喊话外 美国没有过多行动 究其原因离不开土耳其的优越的地理位置 该国位于小亚西亚半岛 地处欧亚非三周连接处 土耳其海峡是世界上最大湖泊黑海 唯一的出海口 也是俄罗斯黑海舰队唯一的海船通道 所以普京一直在争取埃尔多安 土耳其也是中东地区 数得上的军事大国 几人优势下 对该地区的形势走向起着重大作用 美军在土耳其建有军事基地 并驻加了大批士兵和战机 埃尔多安有是五孔大完争之投机 妄图在美额两大势力集团中间纵横百合 掘取利益的最大化 反 富无常的土耳其 也被称为中东的地头蛇 至今仍控制着 续利亚西北部的阿弗林地区 该地区也是需境内 少数几个没有被埃法的解放的领土 不满于此的埃尔多安 还将黑手伸向了曼笔记登地 试图趁火打解在乱世奔一杯羹 此次的坠机事故也给他上了一颗 侵略别国是要遭报应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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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